北京时间8月6日 奥运女排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女排面对强敌土耳其女排 小组赛三连胜的中国女排 这场压力也是很大 朱婷手腕受伤带伤上场 并且进五场两队交锋中国女排2比3落后 无论是心理还是阵容实力上 我们这边都有不足 经过五局苦战 中国女排2比3不敌土耳其女排 输掉淘汰赛 无奈无缘奖牌 本场比赛球员表现也随之出炉 一起来看看吧 1.朱婷必须优秀打95分 虽然没有带领中国女排更进一步 但是朱婷作为队长已经倾尽全力 手腕还有伤 进攻端虽然不如对面巴尔加斯那么优秀 但是在第一局以及第三局追分阶段 朱婷关键的前后排扣杀都非常给力 篮网端防守也经常看到朱婷的奋力探头拦截 特别是关键的第四局开局 连续两次篮网对面主攻守巴尔加斯 实在太解气和掌势气了 2.李盈盈必须满分100分 可以说没有李盈盈第一局的完美发挥 在进攻端扣杀 以及关键的两次发球得分 中国女排很可能心态和比分上都不占优 作为复工扣球得分全队第一 可以看出她在进攻端的重要性 最后决胜局开局的发球也是非常关键 直接打乱对手节奏 3.龚翔宇优秀96分 你能想象作为接应的龚翔宇 在得分上不输复工和主攻的李盈盈 朱婷扣球尝试和扣球得分上 都是对内前二 在接应上也是做的恰到好处 给予了中国女排很舒适的扣球机会 4.袁新月优秀90分 作为复工 袁新月今天的表现 虽然没有在进攻端展露头角 但是防守端绝对是最卖力的 全场篮网得分6次 全队第一高 篮网得分 这也给中国女篮很大的心理上的信心 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进攻端没有太多的扣球尝试 5.王媛媛打合格80分 王媛媛今天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巧劲 扣球不多 得分也不多 并且篮网防守也不多 今天有些隐身了 6.凋零宇打合格75分 作为球队最重要的接应手 最关键的就是在进攻和防守端的全能 到那时凋零宇今天扣球二中二 成功率还是高的 但是太少 防守端篮网不多 今天的发挥很不出彩 7.王孟杰打合格80分 王孟杰今天作为自由人的表现 主要体现在防守上 一次次的防守接应 瓦解了土耳其队的进攻 让我们中国女排 找到绝佳风际的机会 才能最后获得逆转的机会 防守真的好呢不错 不错 不错